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妻子女儿广接经过 当时时空人员正与沙轮机 切割店面与走道间的门柱小刚 没想到因为沙轮机 作业时长期高速震动 原本固定住用来切割的沙轮片 居然因此整片破裂 碎片喷散 其中一片更补偏不已的 炒店们走道外 以下人的方向快速飞去 当场砸中他的鼻梁 在反弹妻子后脑 有个个部撞到我的头 然后我意识过来的时候 我先生就反映 受到挫伤及轻微脑正当的妻子 马上向路旁的人求救 将她紧急送医 目睹一切的女儿 则被吓得嚎啕大哭 除了一道横跨脸部 长达十五公分的伤口 她的鼻梁也几乎断裂 因为他我有可能 我的心是很恐怖 就是永远一个很大的伤害 在那边 因为在流血 然后反正都是血 我不知道 对两岁一小孩 会不会在我身上创伤 因为店家施工 没有放置告示 也没有加装副套 从重新眼光 我给你带到 我的手机啊 如果是伤害啊 还这么干 董秦文 资产观望街 也那么危险吗 放导 我们下期待